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这个话题的理由就是这次的奥林匹克 2024的奥林匹克的两首主题曲 都是有关恋爱的 还有就是邓丽君在日本成名的两首曲子 也是歌颂爱情的 所以我今天跟大家解读解读西方人的恋爱观 首先要申明啊 我没有说他们的恋爱观是先进的 是好的 是正确的 是需要学习的 我没有说啊 我只是告诉大家 西方人对待恋爱的问题是这么看的 他们是这样的观点而已 让我们去了解西方人 至于你学不学 怎么去理解 那是每个个人的问题 所以我在这里没有就是说宣扬西方的恋爱观 让我们去学习说他们的好 好 眼关正传 首先是今年这个法国奥运会的两首主题曲 一首是爱的赞美 这是这个法国的国保纪歌手啊 皮亚夫 他的这个创作 另外一首呢 叫做秘密的爱情 叫阿摩斯克里 跟大家讲一讲这两首歌的内容啊 这个前两天我已经唱了这个阿摩斯克里 已经播了 大家都看到了 我是特意把那个歌词啊 尽量的捷径原文翻译出来给大家听 他这个阿摩斯克里啊 事实上就是叫秘密的爱情 我们中文把它翻成是暗恋 还不准确 它是一种秘密的保密的爱情 暗恋是指的一方对另一方的 我爱你 但是我不能告诉你 对吧 你也可以了 差不多也差不多啊 暗恋也可以啊 这首歌啊 其实讲的就是 一个女的爱上了一个 已婚的男士 或者是一位男士 爱上了已婚的女士 他总是这个爱情是 是不被法律保护的 是不被允许的 所以他是有这个秘密的 才有这个暗恋 才不能够公开讲 但是他最后呢 他是一个开放的态度 就是总有一天啊 你可以牵着我的手 我们再也不怕别人看 因为我们的恋爱不是错 其实这首歌唱的是谁呢 其实唱的就是法国的 这个总统啊 这个马克龙 马克龙就是在读书的时候 就开始安恋自己的老师 彼此就大了 大概二十几岁吧 不能讲 但是呢 毕业以后怎么样 毕业的老师跟他老公离婚 然后自己就娶了自己的老师 其实这就是讲了一个 法国总统的故事 另外一首呢 就是这个 这个爱的赞美 这是皮亚福的歌曲 他歌颂是什么呢 皮亚福在这个 法国歌堂上是 是无可取代的 就像中国的邓丽君一样 那是无可取代的人物 没有争议的 但是他这个人的一生呢 也是很不幸 他有很多段的这个 这个这个恋爱 而且他的恋爱 谁还比较乱 但是他真的爱的 刻骨铭心的 其实就是一位 一位这个拳击手 他是在纽约去 去演出的时候 其实皮亚福也没读什么 多书 他的这个这个这个 口味可能也不是说太高了 就是看拳击 看什么 就碰到了一个 法国的一个拳击冠军 两个人就好上了 那这个人就是一个 有气之夫 家里是有家事的 但是他们两个人 就爱得一塌糊涂 那个当时的回问 也是满天飞 那他们不管 我估计这个 这个拳击家 可能身体也是很好了 对吧 所以两个人的疯狂 你们去想象吧 但是后来 有一次他们约会的时候 这个拳击家 这个飞机 坠毁 事事就死掉了 这个对他的打击 是非常非常大 他他成绩一度就就就就 就不行了 就已经 对他的人生 是一个很大的打击 所以他创出了两首 在他人生中间最最有名的歌曲 一首就是这首 奥运会唱的 叫做爱的赞美 另外一首就是玫瑰色的人生 这首玫瑰色的人生 后来还用这个标题 拍成了电影 这个电影的名字 就叫玫瑰色的人生 就是讲这个PF的一生的经历 从他 小时候被母亲抛弃 被父亲送到这个 妓院 这个父亲的 就是他的 他是他的奶奶了 是开妓院的 在妓院你怎么长大 后来要在马路上 九岁几岁 就开始在马路上参阁为生 后来怎么一步一步 能够成名 最后只有47岁 50岁都不到就 就就病死掉了 所以也是一个 一个一个一个 非常那个人物 但是他这段爱情 也是一段 照我们中国人说的 是小三式的爱情 所以在 所以在法国啊 无论是这个总统 马克龙也好 还是个国宝级歌手 这个这个PF也好 他们两个共同的特点 就是都是小三 所以在今年法国 这个奥运会的 这个开幕式也好 闭幕式也好 这个主题曲 都是歌颂小三的 讲到这里 大概已经可以 知道个差不多了啊 这个西方人的 这个恋爱观啊 另外就是说 日本呢 日本我们所谓东洋啊 他们对这个西方文化 觉得很紧 那么邓丽君在这个 在日本成名的两首曲 一首叫做这个空港 一首叫做爱人 在空港我以前也唱过 也是有意思的 把原词的内容 翻译过来唱给大家听了 因为空港 翻译成中文以后啊 就完全就把那个歌词 就不要了 还有那个爱人 也是一样的 其实这两首歌 都是歌颂小三的 空港是说 一个女孩子 并不知道 那个男的是结过婚的 而把她送到机场 跟她说再见 但是后来她知道了 知道了 她就跟那个男人说 你还是回到那里去吧 她就是一个小三的 对自己的这个 这个这个这个男朋友的 恋恋不舍的 在在机场 这个再见的 这样一首歌 另外那个爱人 那首歌 那就是 我就愿意坐小三 我就当个小三 我就在家里等着你 你有空来看看就行 就是这么一首歌 所以是我们总结出来 这个这个这个 西洋也好 东洋也好啊 他们都是把真正的爱情 纯真的爱情 当成是最要价值的 而不是把那张纸 当成是最要价值的 你这是真正的爱上了一个人 两个人都是出于真情 而不是出于彩礼 不是出于钱 不是出于某种利益 某种利益的交换 关于这个 我会专门做一个视频 就是中国的这个道德观呢 这个恋爱观呢 金钱花到什么样 令人恶心的程度 这个开口闭口 彩礼还其次 这样的段子多都不得了了 关于彩礼的段子 各种各样的说法 还有就是这个这个男朋友 在外面有 有个女朋友 另外有个找了个富婆 这个富婆就 直接跟男朋友说 你还缺什么 那男朋友说我缺辆车 或者反过来 这个男朋友去抓奸 抓了这个这个这个男的 对他说 自成你 你女朋友认识我以后 你还缺什么 他说我还缺辆车 这种我以后 专门做个 做个视频 跟大家分析这个东西的 多么的下流 这种这种 这种价值观 是多么的腐朽 没落下流 贱 讲出来就是 就是卑贱啊 就是就是下贱 专门 专门 这个 这个 我在这里只是说 这个西方人的 这个恋爱观 跟价值观 他是以真情 不计 任何的 身外的利益 没有附加利益的 纯的爱情 包括性爱 你是真的喜欢这个人 真的喜欢跟他做爱 应该做爱就是非常非常非常的享受 像这种 他们都是属于是 要尊重 属于要歌颂的 这就是整个西方 对待爱情的 这个 他们的价值观 OK 我再说一遍啊 我不是在宣扬 或者推崇西方的价值观 不是这样子的 我只是告诉大家 西方是这样 我们中国有中国的 优秀的价值观 需要发扬光大 而不是在西方人都看不起的 西方人都觉得是下流下贱 的这一些价值观 在中国的网上却是 风起 这个我 专门这个视频去批评吧 好 那么今天呢 这个关于西方人的 这个恋爱观的话题 就讲到这里 下面呢 是我昨天在巴黎啊 我现在人在巴黎 重新录制的 我再录了一遍 就是那个爱的赞美 这个爱的赞美中间 有一段是用法文唱的 大家不要突然觉得 哎呀听不懂了 因为我觉得 我既然是中国人嘛 那个 这个既然唱歌 就是还是要用中文 唱给大家听 让大家把歌词听懂了 所以我都是 我所有的歌曲的翻译 我都是自己重新翻译的 我都从来不用别人的词 为什么呢 我就是要紧扣原意 我所有的看 唱那个歌词也好啊 就是那个 爱情故事也好啊 所有的吧 我全部是按照 原歌词的意思 尽可能的接近他的 串的顺口的 中文唱给大家听的 而不是别人 编的词啊什么东西 所以这一次也是 我是仅仅的按照 这个PF的原词 把它翻译从中文 唱给大家听 中间呢 有几句是法文唱的 大家注意一下 OK 谢谢大家 再见 拜拜 耶 爱上你 浪天会奔回 中文字幕——Y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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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天上永远